台中有一名三十八歲的男子 跟鄰居爭吵之後 一氣之下居然從住家十二樓丟下冰箱 幸好當時沒有人車經過 大批員警 陳腐武裝 帶著盾牌來到男子住家門口 趁他開門時衝進去 直見男子情緒很激動 四名員警合力想把他制服 過程中男子還不停掙扎反抗 好不容易把人上鋼進行保護管束 因為幾分鐘前 這名男子居然把冰箱 從十二樓住家往下丟 整個冰箱摔在路中間 機身外殼全砸碎了 民眾拍下冰箱被丟出來前 其實還有個電鍋被拋飛在地上 這地點就在台中山西路上 五號完間七點多 一名三十八歲的中姓男子 跟鄰居爭吵後 一氣之下居然把冰箱從十二樓往外丟 差一點砸傷人 根據了解這名男子疑似跟家人鬧不愉快 一個人搬出來住 是當地的頭痛人物 再加上有商人傾向 目前已經被強制送醫治療 記者方平凜 宏吉 SNG小組 台中報導